封城秀吉 见了万利 赵书后大怒 无掌握日本欲亡则亡 何待虚如 之分灾 当着明朝使者的面 将赵书撕毁于尽 接着说这段 万利抗尔战争 中日朝 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也称文露战争 在主和派的调停下 达成了停战协议 1593年4月 日军全线 撤退到釜山 朝鲜成功的收复了 90%的失地 按停战协议 中日双方互派使者 洽谈议和条件 1593年的5月 明朝的使节 沈维靖 首先 来到明户屋 参见了分城秀吉 沈维靖 提交了明朝的议和条件 分城秀吉 也把自己的七项条件 交给了沈维靖 具体内容呢 上期已经讲过了 这里不再重复了 因为语言不通 事实上 谈判是由沈维靖和小西刑长 两个人之间进行的 因为自原寇 入侵日本以来 中日之间的贸易 就被打断了几百年 这个呢 在以前的元日大政的写中 已经讲过了 当时根本没有 专业的日语 或者汉语的翻译 沈维靖和小西刑长 是怎么谈判的呢 齐八了 这两个人 是用葡萄牙语谈判的 在县详书顺表 并且 封城秀吉提出的条件 是明朝全部都答应 只要日本派一个使者 交换条款即可 封城秀吉啊 一听这个呢 非常高兴 于是呢 在第二年 1594年的十月 派小西刑长的一个家将 叫小西卢安为使者 跟随沈维靖 一同折返北京 也就是说呢 这个沈维靖啊 在日本磨磨蹭蹭 一直谈了一年多 一边查着这个葡萄牙的吃点啊 一边和小西刑长交流啊 非常不容易 与此同时 封城秀吉撤回 陆朝参战的一半兵力 留下大约五万人 在朝鲜的南部 建设防御据点 以便长期的统治朝鲜的南方 因为这个封城秀吉 也讲得很清楚嘛 只要朝鲜的一半领土就可以了 北边的一半呢 就不要了 就还给朝鲜 所以呢 他留一半人在朝鲜呢 是为了加强统治的 这些坚固的防御呢 在历史上被称为窝城 总共建造了不下三十余座 是后来封城秀吉第二次陆朝作战的重要据点 这是后话 以后慢慢会讲到 1594年的十二月 封城秀吉的使者小西如安 抵达北京 参见了万历地 沈维俊呢 也和小西秦桑一样 欺上瞒下 他对万历地说 封城秀吉已经向明朝是俯首称臣了 日本的使者呢 是来帝宋祥书顺表的 万历皇帝一听啊 当然是非常高兴啊 中国自古以来 泱泱大国 周围的民主 被称为东夷北敌南蛮西龙 只要你们臣服了 来朝贡了就可以了 中国没有必要把这个日本给灭着 万历地呢 亲自下招 撤封封城秀吉为窝王 由沈维俊带了赵叔 在此和小西如安 赶赴日本 这中间啊一晃就是一年多 为什么这么慢呢 因为不是打仗啊 不用骑着马 快速行军啊 交通也不方便 沈维俊啊 从北京启程啊 坐着轿子啊 晃晃悠悠 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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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教夫抬着他 一步一步 用脚穿越的朝鲜半岛 所以花了很长时间 还要过海啊 坐船到日本 单程就要四个多月 1596年的9月 沈维俊终于抵达了日本的大阪城 也不再名乎乌了 因为撤兵了嘛 停战撤兵了 这分尘秀吉呢 就回到他的这个大本营 在大阪城 沈维俊在大阪城 向分尘秀吉颁布了万历地的造书 这份造书呢 是这么写的 奋天承运皇帝制约 这里插一句啊 很多电视剧和老先生说说的时候 都经常说奋天承运皇帝造约 或者是皇帝制约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破句 他真正的读法呢 是奋天承运皇帝造约 或者是制约 这个逗号呢 应该是加在皇帝的后面 因为古代的时候啊 这个皇帝是天之交子 在皇帝这两个字的前面啊 是不能够关于其他字 所以呢 虽然是奋天承运皇帝 往往呢 在皇帝这两个字的前面 换一行 造约呢 再换一行 这样一读破句呢 就变成奋天承运皇帝 造约 实际上应该是奋天承运皇帝造约 接着说这个万里的圣子啊 奋天承运皇帝制约 圣能广运 凡天父帝宰 莫不遵亲帝命 再来呢 就说了一些那个客的话 天帝之间嘛 这个皇上是这个最牛的一份 然后接下来是 当知圣祭 自而奋臣平秀吉 崛起海邦 知尊中国 西齿一介之始 心目来同 北寇万里之官 恳求内服 秦祭奸于公顺 恩 思可于怀楼 知 特封而为日本国王 赤之浩命 也就是说啊 你这个封臣修吉啊 免你平生 既然你知道尊中国为这个尊长 那么我就分你为日本的国王 你接下来就好好管理这片土地吧 故翻位于天朝 而其念成直 之当修 克寻要素 敢皇恩 之己握 清哉 这么一份造術 封臣就习啊 建造诸后 大怒 无掌握日本 欲亡 则亡 何代 虚如之分哉 前面不是讲这个语言不通吗 现在这个封臣修吉 为什么又能听懂汉语呢 确实如此 当时阅读中国的官方文件 需要精通汉玄的和尚 来做这个翻译 这和尚是非常有学问的 他这个佛教的经典啊 为了阅读这个佛教的经典啊 他们精读这个汉语 之前呢 小西行长啊 把这个翻译的和尚 都给收买了 按小西行长的这个指示 凡是有可能激动 封臣修吉的语言呢 都给擅自改掉了 但是这次情况不同 这次的翻译的和尚 是封臣修吉 亲自点名的 小西行长啊 收买不下来了 这么一来啊 子底包不住火 封臣修吉 一怒之下 将赵叔 扯得粉碎 是置于地下 下地 把明朝的狮子 是驱逐出去 还好啊 没有把明朝的狮子给杀掉 当时这个元日大战的时候啊 那个北条失踪啊 首先把这个中国的狮子 就就地整发 就杀掉了 封臣修吉呢 这里喊说好 两国交兵 韩不产来世 就把明朝的这个使者 给驱逐出去 沈维俊 狼狈的被赶出日本 逃到了朝鲜 这个沈维俊一想啊 不敢回去见这个万立敌啊 七军之罪是要掉脑袋的 吓得他 躲在汉城 不敢回京 怎么办呢 这个家伙真是党大包天天包党啊 他伪造封臣修吉的笔记 写了一份日本假投降的表彰 派手下的人 自己不敢回去啊 他派了一个人 把这本假投降的这个表彰 送到北京去交给了这个万立敌 这个胆子也太大了 你想想这个瞒得了今天 瞒不了明天啊 以后这个穿帮以后怎么办 这个他也不管了 反正是能躲一日就躲一日 再说这个封臣修吉啊 扯了万立敌的造书后 决定再次出兵 攻打朝鲜 1597年2月 封臣修吉下定 全国大名再次征调人马 还是由小西勤长和家腾亲自 分别单任左右两任 大将由小早川丘修代替 与喜多秀家为主帅 其他的编制呢 和第一次出征朝鲜的编制 基本相同 这个小早川丘修是什么人呢 这个人就是第一次的文路战争中 在碧体里重创明军的小早川隆景的儿子 小早川隆景呢 因为六十多岁的也老漫年高 这次呢就有他的儿子 秀修挂帅 所征 分成修吉 从日本本土 征掉了十四万人嘛 加上原来 住在朝鲜的 还有五万人嘛 另外 有两万水军 由滕堂高虎率领 总兵力 不下二十万 这一年日本天皇的年号是庆长 所以第二次战争呢 在日本历史上又称为庆长战争 朝鲜国王啊 一看就慌了 赶紧和驻朝的明军大将 马贵商量 有马贵十万火急上书万利帝 请求征兵援朝 万利帝啊 接到了表彰后 还在那门 诶 这个日本刚刚不是臣服了吗 为什么这么快又发兵开仗了呢 一调查啊 才知道 是那个狗头 沈维俊欺丧满下 日本根本没有投降啊 万利帝大怒 立刻下令 在朝鲜的大帅马贵 秦拿夺藏在汉城的沈维俊 不必送往北京 在朝鲜就地斩首政法 这个七上马下的沈维俊啊 最后就得了这么一个结果 同时 命兵部四郎行戒 从辽东就进 调兵入朝 秦城之战 开战 这一开战啊 中朝的军队就相当不敌 因为沈维俊谎报军情啊 中朝方面是毫无准备 不仅是兵力不足 而且啊 这个朝鲜国王李衍 在此之前呢 还听信了残言 认为 水军大帅李顺存 拥兵自重 不听号令 把李顺存呢 给掐尖入狱 差点给杀了 朝鲜的水军大帅呢 换成了一个庸才 你看看 朝鲜就这么一个 能打的抗日降临 还自毁长城 朝鲜的这个昏君 加奸臣啊 真是太厉害了 这里纠正一下错误啊 朝鲜的国王 名字叫李延 前几期呢 我这个因为没有查字典 偷懒了 我发音成李松 这里纠正一下错误 应该是李延 日志旁一个这个公交车的公 这个字念言 从开战至一无 九七年七月 短短几个月内 曾经把日本水军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朝鲜水军 在失去李顺存的指挥后 竟然全军覆没 把刺海拳全部交给了日本 半岛南方的沿海城市全部沦陷 一五九七年八月 日军分左右两路北上 先说左路军 小西行长统六万步兵 进攻南原城 南原城是泉州的重镇 首位南原的是中朝联军 一共有五千人 五千人对六万人寡不临重 明朝的主将杨元一看 肯定守不住 便带了几个家丁 是临阵脱逃 顺下中朝军队五千人马 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是奋力反抗 虽然重创了日军 但最终寡不敌重 全军覆没 二十多元中朝将领和五千官兵 全部葬死将长 再说右路军 加藤清政也率领六万人马 攻打黄石城 守城的朝军 听说南原是守 廖顶肯定也守不住 便弃城阿朝 加藤清政兵不雪任占领了黄石 整个泉州是全境沦陷 汉城的南方屏障禁止 朝鲜局势再次微弱雷暖 当时明朝的云兵还没有赶到 因为李游中奋调回国后 驻守汉城的只有一万人 主帅马贵 但是这个主帅马贵 也不是什么等贤的庸才 要不然也不可能接替李游松掌握率权 马贵正在和部下协议如何 在援兵到来之前死守汉城 这时文报 杨元从南原败了回来 一份情况才知道这个杨元啊 是临阵脱逃 马贵大怒 当下把杨元去军方促展 逃跑的将领就得了这么一个下场 比起南原战士的二十元上将 这个杨元呢可谓是一臭万年 为了防止日军四面包围汉城 马贵决定恶守汉城以南的唯一一个军事据点 积山 他命献身率领两千七家军 恶守积山 这个七家军是什么呢 就是著名抗窝的将领七纪光训练出来的一支军类部队 在对抗倭寇上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七纪光本人呢已在一五八八年 大约这个十年前以前已经去世了 所以在李楼松掉落之后 马贵亲自上书万年帝千里迢迢地 从福建把这支七家军调到了朝鲜 一五九七年九月五日 日军右路加藤清镇的先锋部队五千人 由黑田长征率领逼进击山 攻城黑田长征一声令下 五千日军开始攻城 靠近城边发现城里没有任何动静 日军慢慢地前进 崩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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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进村了 慢慢地架上云梯爬成墙 城上还是没有动静 等到爬上城头一看 怎么还是没有动静 这不是一座空城吗 黑田长征是兴奋不已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 基山居然是没人防守 立刻下令是全军进城 就在这时 只听了城外树林中一声炮响 冲出无数奇变 正是谢森率领了两千七家军 黑田长征赶紧命手下的鸟枪队组织反击 当时日本的火枪在世界上是非常先进的 子弹能够穿透布兵的铁架 但是这个鸟枪呢 毕竟和现代的武器不一样 它有致命的弱点 就是射击的速度非常慢 或者说是连射的速度非常慢 你每打完一千啊 要把这个枪管子里的这个残存火药打扫干净 从前堂把子弹塞进去 再从后面塞上火药 这个时候呢 要把这火药的盖子称为火盖 给盖上 还不能开枪 因为这个鸟枪又是火神枪啊 开枪的时候 要用这个火神去点燃火盖里的这个火药 如果你的火盖一直开着不关的话 你旁边的这个枪手啊 它的火层上冒出的火星 万一溅到了这个火盖里面啊 就会引起这个走火 所以当时的火枪队是需要一个指挥官 指挥的 一声令象 填火药 盖壁火罐 瞄准 等大家都瞄准好了 准备好了 然后打开火罐 咔嚓 射击 啪 才能开枪 这么一个周期 导致非常熟练的这个射击手 也需要三十秒 火枪的射程啊 虽然 超过一百米 但是 当时的这个鸟枪啊 它这个枪管里面是没有弹线的 子弹从这个 子弹从这个枪管打出来以后 它会飘 这个弹线呢 要到鸦片战争的二百五十年以后才能完美 所以为了提高射击的命中力 火枪队的指挥官 要到敌人走到一百米以内才会发号势力开枪 这就导致了在当时近距离的这个冲击战的时候 骑兵是火枪队的克星 骑兵啊 骑着马 它冲至一百米 大约是十五秒时间 哎 有人要问这个马怎么跑的这么慢呢 现在高中生跑的一百米只要十二秒到十三秒 但是你别忘记啊 这个马上面骑着武将它穿亏代甲 总重量达到一百公斤啊 哎 你不信你试试看 比如说是一百公斤 你手里抓着二十公斤的两只大千球 你再去跑一百米 如果你还是能跑到十二秒到十三米的话 我直播 再注意的话就这个不说了啊 背着两只大千球啊 我估计二十秒能够跑下来也就算 不错了 所以骑兵冲刺一百米十五秒 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 刚才说我鸟枪啊一百米的时候放一枪 它要打出第二枪的话要三十秒时间 但十五秒骑兵已经奔到前面了 你不可能一枪把前面的骑兵全部打死吧 所以骑兵就是火枪队的克星 最多让你打一枪 然后后面的骑兵冲上来 就像砍瓜切菜一样 这个鸟枪队是毫无还手之力 这些经验呢都是七家军和倭寇 在福建沿海长期作战积累下来的 所以解身把他们埋伏在城外的树林里 就是为了等敌人靠近而不让他们发现 黑天长子他只顾功臣 万万没有想到是座空臣 正在得意忘形的时候 发现明军突然从树林里冲杀过出来 距离只有五十米了 这么近的距离啊 你火枪队装火样开枪根本来不及啊 只短短的用了几秒钟时间 明朝铁器就踏入了日军的火枪队 犹如虎虎狼群啊 轮起手中的斩马刀啊 咔咔咔咔 把日军的火枪队是砍的是枯爹喊羊 黑天长政指的下令用弓箭队断后 阻挡民军 其一的日军是全军撤退 这一仗日军被砍死上千人 谢生和七家军成功阻止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激山一战 明军以少甚多 成功击退了日军 为援军的到来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597年9月兵部侍郎行戒 率领七万援军抵达汉城 行戒立刻在汉城召开了军事会议 我军虽然援军抵达 但也只有八万人马 很不到清朝日军的一半 各位将军有何良策破敌 马贵道 敌军虽软兵多 但小西行长和家藤清政冒合省离 只要离间其二人 使小西行长按兵不动 然后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家藤军团 家藤是日军最善传的门将 但只要把这个钉子给爬个 日军便会全军动摇 行戒打喜 让马贵统领全部入朝军队 是暗计出兵 魏三大会战 下期再演